大林浦千村说明会上 六个里数百位居民 有人表达委屈 又有人充满疑虑 而市长陈吉麦 全程请听给予答复 即便说到疫情影响 两年内依旧开了三场说明会 听取在地居民心声 选求最大共识 亲自走一趟大林浦 这是个被五百多家工厂 八百九十一根烟囱包围的聚落 烟墙没有很烏烈 都有那黑黑的 那海双 狙虾没有 狙虾没有多多 我所以感恩千村 千村的这个事情 是没法再拖延 因为你看空气的烏烈 那里 说真的我的动物 我的亲家 很多都是爱政 翁先生 他们在这种无奈 再加上这个重工业的围绕之下 其实他们想要千村的声音 其实不管是中央政府 或地方政府 其实都有听到 居民的委屈和无奈 如同这片不再湛蓝的天空 很难想象 位于小港区西南方 有着四百多年历史的大林浦 曾拥有广大的农田 和美丽的海岸 繁荣的商业活动 在日治时期还有小凤山的称号 那时他们在团里布 在这个沿海的一个交通的一个药床 所以团里布 想对其他地方的地方比较热 所以他的经济化 比其他地方的地方比较好 过往大龄埔的美丽 成为老一辈人口中的传说 1970年代 临海工业区设立 炼钢厂 造船厂 中游 台电陆续进驻 伴随而来的空屋 噪音 交通以及公安事故 让大龄埔人的健康亮起红灯 生活环境更新险恶 千村成为必要的选择 不管在渔民的部分 还有文化馆的部分 还有比较弱势的部分 还有它的盖屋的部分 乡亲说的一些诉求 其实市长都有听到 我们整个市府团队 也为了这些诉求 我们都尽力在绞尽脑汁 它都有从真正大家翻译的问题 都有说给大家听 有给大家解决 没有什么理由 说还反对千村 第一个我们展现了 积极沟通的诚意 第二个我们整个千村计划 会去考量它的财产权 生活居住权 还有社会权的一种安排 千村计划中 死有住商区土地 一坪换一坪 非住商土地 以市价家计四成补偿 照顾弱势建造社宅 保留居民信仰中心 提供庙宇教会搬迁补偿 甚至让左邻右舍 可以选择继续当猝逼 很多的都是这种老街坊 我们都已经邻居很久了 然后他们会说 那迁过去的话 我们乡亲的氛围就不见了 那其实我们有时候跟他讲到 我们千村过去之后 大家是可以一起抽钱 我们还是可以一起做邻居的 安置地点这个牛辽中门这一带 其实它是一个 已经发展起来的市中心区 交通便捷 还有这个防线捷印经过 也有台八八 有国道高速公路 它生活的这个机能非常好 千村地点选在机场北侧 凤山农场等三处台塘土地 邻近交通便利 公务商圈和学区也一应俱全 国家的经济建设 曾经委屈了大龄仆人 现在他们值得更美好的未来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